好 歡迎回到我們第三集 那今天這一集要來教大家如何在家 達到一個輕鬆放鬆的狀態 那想必大家家裡一定有一個跑者必備 應該不是 應該說喜歡運動的人必備都會有一隻滾筒 但往往不知道滾筒該怎麼訓練 不是訓練 是該怎麼放鬆 所以今天就要來教大家如何透過一隻滾筒 還有常見的球達到下肢的完整放鬆方式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首先呢 我們先來教大家如何透過球 來放鬆你的腳底肌群 所以我們先把腳輕輕的踩在你的球上 那腳底啊 會有一個大骨頭嘛 大家應該很常見 那我們會透過骨頭到腳跟中間的這一塊 先開始前後的移動 那前後移動啊 先讓你的腳底知道 你準備對它做一個刺激的方式 那開始找到一個比較會明顯覺得 好疲勞 痛了點之後停留 那可以把你的雙手壓在你的大腿上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讓它有一個加壓的效果 然後停住之後 把腳趾頭做一個抓緊 放鬆 抓緊 放鬆的動作 那透過這樣的刺激啊 就可以幫助你的腳底肌群 在球上達到一個很好的伸展效果 那我們持續四到五個呼吸之後 再開始前後的滾動 讓它達到一個比較放鬆的狀態 好 接下來我們剛剛已經踩完腳底之後 接下來要教大家放鬆的位置啊 就是從小腿入去的往上滾 我們會往心臟方向滾回來 讓你的腳啊 在每一個位置都不會漏滾掉 那腳底放鬆完之後 接下來比較常會有常見的問題 就會在比目一句肥腰肌就是小腿肌群的位置 跟下面跟腱這一段 通常在這兩個段的中間交接處 會是一個大家常見拋著很容易會痠痛的地方 我們先做一個前後滑動 有點讓肌肉稍微知道 準備要對你做放鬆 因為有時候肌肉太緊繃啊 你一給它強住它就有點強縮起來 所以前後滾動幾下 比較稍微覺得肌肉已經開始越來越痛感明顯之後 我們就可以找到最痠痛的點做停留 那通常的部位啊會在跟腱跟小腿交接的位置中間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做停留 那停留之後把另外一腳跨上來 然後做一個簡單的左右旋轉的動作 它可以幫助你的肌肉跟筋膜 在滾筒上主動做一個加壓滑動的狀態 那記得我們每個動作 大約維持的節奏跟頻率大概是4到5個呼吸 所以做的時候吸氣吐氣吸氣吐氣 然後持續的給這個比較痠痛的位置做加壓放鬆 好那第二個位置啊 通常我們就會接下來換到大腿後側 那大腿後側的部分啊 我們通常會感覺會有 大腿偏內跟大腿偏外會有兩條比較明顯的肌群 那我們就以兩條內側為優先先滾動 所以在滾的時候壓住你的大腿 然後開始往前前後做一個移動的狀態 一樣先提醒它 我們現在準備做放鬆囉 那用這樣的方式讓它感覺稍微的比較明顯有痠痛之後 然後在最痛的點一樣停下來 那停下來之後啊 可以一樣把腳跨上去 那跨上去一樣做一個膝蓋帶動你的腳 大腿後側做一個左右旋轉撥動的動作 來幫助它做一個有效的放鬆 就是左右旋轉 對去感覺刺激一下 腿後側會感覺比較明顯會有痠痛的感覺 那通常在一個換步一樣停留大概4到5個呼吸 然後保持吸氣 吐氣 吸氣 吐氣 那應該再滾完你的小腿滾完你的大腿 你就會感覺到你下肢稍微循環變好 軟度會感覺稍微變好一點 好接下來我們滾到屁股的位置 那屁股啊 因為臀中肌臀下肌它是比較深層的肌群 所以會大概在做骨這邊有個骨頭往上端 然後滾到你的腰椎下面會有個骨頭 在這一小段肌群當中去做前後的滑動 然後滑動的時候你應該會感覺 比大腿跟小腿後側還來得更有感覺一點點 那當你前後滾已經開始一樣有覺得痛感之後 找到比較酸痛的點停留 然後開始做左右的旋轉 對 對往前往後 往前往後 讓你的屁股這一段小肌群感覺 有在滾筒上做滑動的狀態 那因為通常大家到現在可能已經有三五天沒跑步 所以透過這樣的放鬆啊 可以跟搭配你休息 讓肌肉回復在一個比較健康的狀態 對於你的腳的肌肉健康度啊 會有慢慢的回升 你也可以比較持續的做一些刻表上的加強 好可以做左右的旋轉 然後回來 好像這樣的動作刺激之後 我們單側的腳就已經算是大致上完畢了 那接下來就是教大家 一樣的方式 滾完另外一邊之外 我們要教大家近前肌 還有大腿骨外側肌群的一些放鬆方式 接下來我們就要教大家放鬆的 是近前肌 就是這一條肌群 那近前肌 掌管的就是有些人跑步到後面太緊繃 腳都會覺得勾不太起來的狀態 因為他的近前肌可能過度緊繃了 所以我們待會會把滾筒啊 大約是呈現45度的狀態 放在你的近前肌前側 然後做一個前後的滑動 OK 壓著之後啊 記得是在正前方的偏外側 不會在正前方 因為正前方會直接壓到近骨 所以在壓好近前肌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往前後移動 那後腳啊 就是膝蓋可以稍微支撐住地板 或者是腳踩著地板都OK 幫助你分散身體的重量 然後開始前後旋轉 那找到一個比較酸痛的點之後 通常會在中段的位置停留 然後你一樣可以做懷關節 腳尖勾起來放鬆 勾起來放鬆 讓你的腳尖幫助你的近前肌 可以達到一個伸展收縮的狀態 那這樣的動作啊 他可以有效地在滾筒上做滑動刺激 會對於他的放鬆效果比較有感覺 好接下來我們要教大家放鬆的 這是大腿前側的放鬆方式 呈現一個磅式的位置 然後把大腿壓在你的滾筒正上方 接下來就是靠你的手啊 前後移動去放鬆你的大腿 骨刺頭肌的前側 那通過這樣前後移動啊 你可以找到一個比較酸痛的點之後做停留 那開始我們做一個腳尖勾起來 然後往下放鬆 往上勾起來 往下放鬆 主動讓你的骨刺頭肌的前側 可以在滾筒上達到一個很好的伸展收縮的狀態 那這樣就可以達到一個比較好的放鬆方式 一樣維持適到有個呼吸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教大家的下一個動作呢 放鬆完正前方 我們接下來放鬆的是大腿的內側 所以我們把滾筒移到你身體 斜外面的地方 然後滾筒的位置大概跟你的腳 大概跟你的腳呈現 我們會抓大概是90度啦 就是垂直的 盡量像這樣的狀態 那這樣狀態可以在上面前後滾動 大腿跨上去之後 開始左右的側邊移動 然後回來 側邊移動 回來 找到一個你比較放鬆的方式 開始移動滾筒之後 開始越滾越痠 越滾越痠 然後我們通常痠痛的位置 會在大腿比較前側 比較是接近膝蓋目端的位置 那在這個地方壓著之後 一樣做一個腳前身勾起來 前身勾起來 那這個動作通常在這樣的方式 就會感覺到很明顯的痠痛感覺 所以我們通過這樣前身回來 然後前身勾回來 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放鬆 在骨內側肌的位置 所以勾起來 往下 勾起來 往下 大概會持續四個呼吸 好接下來我們剛放鬆完內側 接下來就是換外側的動作 那外側啊 我們通常一隻腳會往前跨 然後把你的滾筒一樣放在你的大腿 骨外側肌的正下方 然後這隻腳呢 是來支撐你的身體體重往上撐的動作 所以待會撐起來之後 好幫我試著撐起來 然後把你的腳 骨外側肌群壓在你的滾筒上方 透過你的腳去分擔身體的體重 然後開始一樣前後移動 找到一個比較痠痛的點 好開始前後滾 那通常外側啊 因為它是掌管我們的卡競速嘛 所以通常這樣壓下去就蠻有感的 那不用特別在一個很痛的地方 一直感覺要把它壓鬆 其實卡競速啊 它沒有辦法很明確的 讓你壓到很放鬆很放鬆 所以它一定會保有一定的張力 我們只要透過這樣前後 簡單的滑動 真的在比較緊的地方停留之後 開始一樣做一點加壓 勾起來的動作 放鬆 勾起來的動作 放鬆 其實通過這樣的放鬆 就可以幫助你的 骨外側肌群 也就是常見的ITBand 會有一個很好的緩解效果喔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教大家簡單放鬆 下肢的一些方式啦 那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集影片 稍微的放鬆一下 你在這禮拜再加訓練的這些刺激 達到肌肉疲勞的這些舒緩 那接下來我們下禮拜會有更強的課表 準備等著大家喔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 我是尼佳洋隊 我是紀委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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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